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又是我 Miss Yun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吃这个芒果蛋糕 这个芒果蛋糕其实不是很复杂 但是吃起来就会觉得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 因为我用的就是好多芒果 我不知道你在台湾吃蛋糕有没有这种 我在香港吃芒果蛋糕的话 很多时候他们都会用Jelly 我看起来远远的看到很多好像芒果的固体 然后我就想哇芒果啊芒果 但是吃起来全部都是Jelly 不是布丁之类的 都不是真的芒果 当然啦真的芒果价钱比较贵嘛 吃这些布丁的话 不是一些粉啊开水啊加水可以开啊 比较便宜啦我觉得应该是 所以呢自己做蛋糕当然要吃水果 还是要真的水果啦 那其实真的很好香 一打开就是 就是 好像芒果的味道 西口 哇 这个蛋糕就是 楠老师自己做的西风蛋糕 哇 真的很好吃 就是芒果 也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个芒果蛋糕 芒果不甜的话 就死的了 就什么都没有的了 所以台湾 你们真的很幸运啊 因为 我看到这个芒果有什么 日文啊 艾文啊 很多芒果啊 但是芒果的外表 看起来的颜色 是红色的 跟香港的不一样 但是里面的芒果的味道 甜 香 但是不是很假的那种甜哦 就是很香 很香的芒果味道 所以这个都是 我用了 艾文芒果 好味道 真的好味道 嗯 嗯 很好味 很好味 好味 我觉得 咿咿咿 台湾人都不喜欢吧 其实我做这个芒果啦 如果我知道这个芒果 比较甜的话 我的糖量 就会再降低一点 所以 感觉很清 清新 要不要适合 要不要 那 问你要不要吃一口吧 哇 入口 融化的感觉 夏天的时候 天气热 来到邻居甜品 做一下 有冷气 吃个蛋糕 好 完美 完美 买回家吃都很好 一家人 其实很快就吃完啊 八串啊 其实 早餐吃一次 下午茶 吃一次 都没了 很快的吃完了 我在家就是这个情况 如果一家四口的话 就是很快就吃完这个蛋糕了 可以很可怕 嗯 真的很美味 告诉你 昨天呢 我第一次免费送蛋糕给街坊吃 然后呢 我电话 店头的电话呢 第一次响了 因为我没听到电话响 然后电话响发来是 chi li che li li és這樣 的話 好像 警部系統 然後我以為有火蓄 我正在達手 糟了 什麼事 是火蓄 所以在黑濤之下 Renaissance 之後我以為 müsst留下 有什麼事 在周邊的泳中 就 Chestnut 原來我的手機響 我都有跟 released 方小姐 我也有他在Facebook上告訴他 因為我安裝了CCTV 安裝了保安系統 很安全的 如果有煙的話 也會有警報的 會報警的 所以我那一刻真是若果粥 好搞笑 還有我有一件事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見到多了一些媽媽級 或者女士來問蛋糕的事 我很開心 不是說見到一些男士不開心 都開心 但是女人都是聊的 那種沒有那麼多東西防備 不是防備你 不是說你 就是少少 所以女人打來問蛋糕的事 真的特別開心 不是說你打電話來問蛋糕的事 開心 不要搞亂 知道嗎 還有 那些台灣人很好 他們真的會 有些網友真的叫她的太太 我看了Youtube 叫太太來買蛋糕 還未有得買 然後她就會說我要來支持你的 我老公之後就說奶蛋糕 我很好啊 真的好到我頂啊 然後網友就說 那我認識你當然了 但是我發覺 不認識的都會這樣 真的不認識都會這樣 是怎樣 是住在這一頭的 可能走過 那她有沒有看過Youtube 其實有時候說兩句都感覺到 其實很明顯是沒有看的 那街坊她真的未必知道 那所以她來到 是真的純粹看一看 然後就說 欸 又丹嬌啊 然後又問又聊聊天 然後 然後她們呢 很快就會說 加油啊 那兩個人 你知不知道 如果在香港呢 就是一個 不認識的街坊 看到一間店鋪 正在開店鋪的話 我想 真的十個都不會有一個 是會走到她的店鋪 或者在那裡揮手 然後就跟你說加油 真的不會的 如果香港人走過來跟你說 我加油了 然後你會馬上 欸 幹嘛啊 幹嘛啊 真的以為 有什麼時候 我錢包呢 會不會被人偷笑 哈哈 是會這樣的 誇張一點點 但是真的 在香港是很少 會無緣無故 走去跟陌生人 就算你開店鋪也好 不會無緣無故 走進來跟你說話 或者在外面跟你說話 是會 是會 總之是不同 對 我覺得 你們好可愛啊 真的好可愛啊 真的 我都有跟我老公說 我說 真的不同的 這裡 台灣人是會很 那種 很有互相支持 那些 香港都有 其實我覺得 在香港 什麼時候感覺到 有互相支持呢 事實 真的 如果不認識那些 認識的話 當然是街坊 樓上樓下 很好 不認識那些 我是在遊行的時候 說真的 遊行的時候 才會見到 香港人那種 互相幫助 不認識的 都會說到出面 那些 那些 在台灣 就好像 每個人都這樣 為什麼 每個人都這麼 這麼 來於助人 很願意幫人 那種 真的 整個台灣都好像教會 沒什麼事 我會覺得 在教會 才會見到 這個情形 但是 好像在台灣 之前 就要回答 折論 可能有人跌東西 好像幾隻手 就好像想走過去幫 然後 我其實有一次 也有說 給我老公 我說 我有一次吃麵 在外面 那時候疫情之前 其實看到 有些水果 掉了在地上 可能有風吹 吹了一點 掉了在地上 然後 有個伯伯 他是坐著 鱗椅 他坐在那裡 可能有個工人 在挑選水果 他坐在那裡 看到那些 掉了在地上 然後 有個 Foodpanda的年輕人 他走過 然後 那個伯伯 欸 欸 然後 那個年輕人 真的走過去 問他做什麼 然後 那個伯伯 就說 哎呀 掉了 我忘記了 然後 那個Foodpanda 小伯伯 就走去 真的幫忙撿回去 好乖啊 哇 這些小伯伯 真的乖得不得了 對啊 好像感覺 台灣人真的是這樣的 好快就想幫忙 對啊 我真的見到是這樣的 不是吹水 你們感受一下 今天 說到這裡了 希望你們有機會 來吃這個芒果蛋糕 拜拜